其實他們的恐懼可想而知 而且他們認為說 這台灣政府真的防疫做得很好 所以我們真的很想回去 我們真的很想家 所以他這個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才真的是壓力 因為你如果是之前說 我要告政府啦 然後怎樣那種 反而在台灣會引起這種反彈 可是當另類的聲音出來的時候 當然我們的政府會面臨這種壓力 所以未來我們很想問的是 不是我們 而是中國到底要卡包機 卡到什麼時候 那昨天民進黨立委王定宇是說 他認為未來很快就會有進展 有可能嗎 當然有可能 因為事實上他當初是要跟台灣 就是說你就是中國的一省 或者一部分 所以他就是說 不讓你的飛機來接這些人回去 但是事實上 這些滯留在湖北的 據說到今天為止 好像只有三個人染病 所以換句話說 這些台商真的身體都蠻好的 保養的也不錯 那但是問題是他還是想回來 因為在那邊那種精神壓力很大 他當然想回到台灣來 但是問題是到底兩邊 你知道我覺得台灣現在真的很好笑 就是剛剛光琴講得很憤怒 就是說疫病在發生的時候 大家要這個你知道防災也好 圍堵也好都來不及 還在去為人家吵架 我覺得很好笑 你知道去有一堆人為中國去辯護 有一堆人就覺得反感這樣子 我覺得那些為中國辯護 那些也實在沒有必要 當然雖然我說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各種思想的人都有 有人主張捅 有人主張獨 都沒有關係 但是這個當口不是談那些的時候 這個當口就是說 你真的要怎麼樣把台灣真的顧好 然後讓這個問題不要把台灣淹掉 你知道 對 你才有這個談那些 對 台灣只有這麼大 2300萬人 如果你大家還在這邊分來分去 沒有意義 事實上台灣今天能夠做成這樣 是第一時間就已經完全開設 我想也得利於當初 SARS時候的那個經驗 所以一開始CDC就已經開始部署 然後就開始口罩 然後醫護所有東西 然後叫人家怎麼洗手 或者怎麼樣防疫 所以事實上是做得很好 但是我是覺得 但是你說有的人 比如說嫌那個醫護人員髒之類的 那有點過分 很過分 那種事實上有點過分 醫護人員是真的很辛苦 我上次有講了 你知道他一個一個病房去跑 然後有時候那個病人 真的很難伺候 人生病的時候 情緒都不是很穩定 我想醫生最了解 他那個要求又特別多 又嫌東嫌西的 你知道那個醫護人員 又得還要有耐心跟修養 所以那個真的是很難做 你要想我們這種普通的人 絕對不會有辦法去勝任那種工作 所以我覺得那種會嫌他的人 這種東西會遭到大家的這個 我覺得很正常 那你說這個武漢要回來的 我覺得民進黨那個說法有可能 因為香港已經去了四架包機 也都回來了 那你說台灣你在黨也沒有意義 而且他當初他自己吹牛說 現在國內很好啊 除了湖北有這個確診之外 其他省份都沒有啦都是零 既然這麼好的話 你就讓他們回來嘛 我覺得可能最後也說不定就會讓 因為香港已經擺在那邊 你說港澳台三個地方 都是你中國一部分 為什麼香港可以 所以換句話說 我覺得他已經不太有理由 而且我覺得他會眼紅 就是歐洲的國家 亞洲的國家都稱讚台灣 我想這個是他大概受不了的 他一定覺得很生氣 然後說不定好啊好啊就讓你們回去 然後看你還有什麼囉嗦 會吃醋就好 但是我覺得台灣做得好 大家不用講了 就是真的是做得很好 那你說有人懷疑美國 美國是剛剛署長講 那個國家真的是很閃大啦啦的 而且他是聯邦共和國 每一州都是獨立的 你總統不能叫他幹嘛 他自己可以決定 所以加州立刻就宣佈他要幹嘛 然後川普是吹牛 美國最偉大 所以美國沒有問題 那些都是假的 你們講美國有多少多少人 聲明通通都假 他不相信 那他而且 但是他也做了一些事 他把伊朗跟義大利 說你們不能進來 可是那天學位有效 他把墨西哥加進去 他把墨西哥加進去 你知道川普是個人的好物 放在他的那個決策上 伊朗跟他不對盤 已經很證明了 義大利也不爽 但是墨西哥他要蓋一個牆 到現在沒搞定 所以他很討厭墨西哥 但是坦白說墨西哥的疫情 並不是這樣子 他根本不需要 所以他宣佈墨西哥 很多人都在笑他 可是我想美國的防疫 真的做得不好 因為他的CDC 真的沒有發揮作用 那你說 需不需要唐向榮他們去批評 我覺得也不需要 那美國人本來就是這樣一個國家 那麼大一個國家有幾億人口 發生這種事情很正常 你不要說別的 就講華盛頓州 他前幾天宣佈說他有 一共有27例 然後死 不是他說他有27例 死了9個人 你把它算一算 27個人死了9個人 他的死亡數是三成 比例很高 那算就算現在的話也有7% 就是說如果他講現在的數目 所以算不算高的算 因為WHO也只說才3.4% 所以他如果7%的話算高的 但是問題是他有沒有真的很具體的來測 我覺得你知道美國人也很奇怪 他看起來很健康 可是有時候一個肺炎或者瘤瘤瘤 就會死掉 你知道嗎 我記得那時候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有一個參議員 一個議員 國會議員 好像就得了那個瘤瘤瘤 叫做肺炎嘛 就死掉了你知道嗎 我就講怎麼會這樣 你知道說肺炎也好 感冒也好 流感也好 這種很容易在台灣來說 你躺一下休息一下就好了 他真的就死掉 那你說美國今天 當然唐向龍他們就不服氣 是說因為你華人的這個問題 所以在各個地方都有被霸凌 那我上次有講過 華人被霸凌不是今天的事 我們讀書的時候你知道 我記得有一次在讀書 那個讀書 我有一段時間是住在學校宿舍 有一天晚上一個黑人同學 跑到我房間來 坐在我那邊跟我聊天 到那個學校練書的黑人 算是都家境還不錯 他就說你們有什麼好抱怨的 他說你們黃總人 不過是次等國民公民而已 他你知道我們是什麼 我們是三等公民 他說我們還比你們華人還不如 所以你知道今天戴口罩 我上次有講 我真的打電話去 戴口罩是真的會被人家歧視 因為美國人不戴口罩 就像剛剛小平說 幾萬人在那邊看球賽 沒有人戴口罩 你如果戴口罩 旁邊的人就會躲得遠遠的 覺得你一定有病 對 那再加上就是說 那個黑人去打 那個那些石荒的那些老先生 你知道嗎 在唐人街附近有很多遊民 他們真的就睡在地上 就在那個過橋的時候 車子開過去的時候 紅綠燈一停下來 那人就來幫你插車窗 就是要錢 然後他你知道 而且要錢之外 他跑到加油站去 你知道他們喝酒嘛 喝醉了 但是他沒有酒 你知道他跑到加油站去 要那個汽油來喝 要汽油來喝 就用汽油來喝 所以在美國有 你別看那麼富裕一個國家 他那個窮的地方 落後的地方 還有一些遊民 比台灣的更嚴重 所以你真的不要去 不要去笑人家 但是問題是 惹出這種問題 是中國大陸惹出來的問題 那你現在傳到全世界去 那現在大家就在說 你現在說你已經很好了 但是證明說 你二度再感染的時候 還會有機會 不是有一個人就死掉了嗎 那所以他們說 你現在傳 先是傳到全世界 但是國防部不是說嗎 30天內會大爆發 好那現在問題就是說 大爆發全歐洲都有的時候 你在想 他們就會說 會歐洲的人會不會倒冠 回中國大陸 所以你大陸今天說 我只剩下多少 不要那麼高興 因為當倒冠回來的時候 很多人比如說像溫州 不是有人從意大利跑回溫州去嗎 那種倒冠回去的人一定還有 所以當這個全世界的病 從在倒冠回去的時候 中國大陸可能還有 第二波的高峰 那當然我就講 很多人為什麼說是 美國國防部發言 我就講美國國防 美國在200多個國家 有他的這個司令館 有海陸空軍的五官 還有陸戰隊之外 他們在太平洋 有太平洋總部 大西洋總部 現在又有印太的總部 所以在全世界都有機會 去收集這些資訊 所以國防部這樣講 我覺得大家也不要說 掉以輕心 當大陸在被灌回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才是真的問題